从哪一刻起,我们开始意识到设计这位生活的意义 是习惯了日常生活里无处不在的设计 却也在期待着设计塑造出更好的日常 是执着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也不断探寻着社会设计的目的 设计的任务是解决问题 设计是一种平衡的手段 是一种关系协调的过程 在寻找难题的解决方案中创造价值 这就是设计的价值 无论我们现在外界的环境怎么样 今年的灾难有多多 对于设计师来说 你作为一个提出解决方案 创造美好未来的人 你需要做点什么,你要去思考 探索历史的过往 用心体验当下 预测可期未来的设计 那么我们必然会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做出相应的贡献 我觉得它重新构建了一个很重要的 Dignity 跟Compidance 生活在不停地抛给我们问题 但是我们需要一个再一个地去解决它们 而什么是创造美好生活的设计 有一群年轻人曾给过答案 对设计师来说 他以最大的成就感可能就是 他的设计可以落地 可以为更多的人提供帮助 我们希望能够设计出更可持续性的 更具有包容性的建筑 为美好生活而设计 更是为人而设计 我始终认为机器人和人是可以和谐相处 它可以为我们生活提供便利 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设计师 所以这个设计师的概念 不再因为他们的专业背景和文化层次 而受到局限了 他们赋予冰冷的金属机械 以生命温度 他们推动传统产业 焕发新生价值 他们致力于让中国的老百姓 用上更好的厕所 他们想为贫困地区的孩子 建造一个IT教室 他们用更人性化的设计 来面对病毒与灾难 他们用每一份用心雕琢的设计 完成对生活最大的致敬 困难阻挡不了那些热爱生活的人 那些为社会而努力的人 依然在继续设计着 2020 当我们对美好生活有了更多期待 我们每个人 每个人 我们每个人 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是美好 谢谢